响应世界地球日 台湾高铁与林务局合作 举办共职美好低碳永续行动 在桃园台中和左营三个车站 同步发送台湾原生树苗 让民众带回家中 实现生态永续发展的目标 高铁桃园站今天举办 共职美好赠树苗活动 准备了1200株台湾原生种的树苗 分送给民众 透过他们之手一起来美化大地 没有随机都可以 因为是台湾的原生种 我们很支持 种在家里面 对 响应这个活动 学校这边因为新的校舍完成之后 现场基地很空旷 其实很需要植栽领木的种植来绿化 我们今天获得这一批正规的台湾原生种树苗 回去之后会跟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 共同去种植 为我们地球种下未来的希望 今天的赠苗活动还安排农业解说员 介绍种树的知识 来聆听的小朋友也一人带回一盆小树苗 回家和大人一起植栽 刚刚有没有领一盆花 有 有 要带回去给妈妈对不对 给阿嬷 也是给阿嬷 要种在哪里 阿嬷家的田 要种在哪里 我家门口 为什么 阿嬷会喜欢 会喜欢你门口 种好多对不对 而且嘛 对很多花 然后还有很多植物 响应世界地球日 台湾高铁与林物局合作 同步在桃园台中以及左营站发送树苗 总共送出3600株 将这些小树苗种植在合适的地方 让台湾的未来绿意盎然 公司跟林物局合作 特别选在地球日的前一天 办公司丁好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 我们在高铁桃园站 台中站跟左营站 就是准备了 宝岛原生树苗发放给旅客 那我们希望这些树苗 有机会通过高铁列车 在台湾的土地成长茁壮 发送的树苗采用可分解的育苗棚盆盆盆装 民众可以直接将育苗棚 放置在大盆子里面种植 环保又方便 那照顾的时候呢 其实三五个月会建议 以一下角度 让日照的角度不同 直在照顾日照的方向 就会不一样 这些方法不是针对某些植物 而是所有的植物 应该都会可以适用 春暖花开的季节 最适合种树 高铁邀请大家响应绿化行动 在心中种下环保的种子 也让台湾的未来 能够永续发展